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是字节跳动取消大小周后的第一个发新日 全员薪资普降17%的声音在网上疯传 成为字节取消大小周之后最受关注的点 多数的分析将出现这一接力赛的原因 归于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公布的 劳动人士争议典型案例中 将996认定为违法行为 归因之外取消大小周后 那些互联网大厂员工们的生活 有何变化呢 取消了大小周后 好生觉得自己活得更像个人了 以前小周周日上班的时候 他总觉得一周有两个周一 那一周呢变得很漫长 一直在想怎么还不到周末呀 而且小周只有一天的时间 总让他感觉休息不够 疲惫还没有清楚工作又来了 现在呢好生觉得周末的两天时间 完全在自己的手里了 就算我一天躺床上啥也不干 我也觉得比在公司快乐一点 半年前他从大学毕业入职字节跳动 成为一个大厂人 相比于其他的老员工 他对于大小周工作制的体验和感受少得多 所以聊起大小周时呢 好生觉得自己有些矛盾 态度也很模糊 矛盾点在于 他既为取消大小周带来的完整周末感到开心 同时又为取消后自己收入的减少 有些不快 但在追问下 他又是支持取消的 因为对现阶段的他来说呢 挣更多钱并非是第一选择 而是锻炼能力和有一个更好的履历 但这可能无法代表更多的人 有的人抱怨这一举措 在职业社交平台上问出了 不赚钱我来自接干嘛 也有人说那些抱怨的人过于短视 因为他觉得公司的人力成本是固定的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发出来 而不管大厂人们有多少种意见和态度 这波已经翻涌的取消大小周的浪潮 几乎没有退潮的可能 取消的通知是在7月9日公布的 因为是通过全员邮件发送 好生说大家收到的时间并非是统一 所以早在他收到邮件之前 消息就已经通过同事之口 传到自己耳朵里了 当时还在工作呢 大家忽然收到这么一个邮件 然后就炸了 好生说邮件内容很短 就说从8月1日开始 公司将取消隔周周日工作的安排 在字节跳动华南区的吴飞 并不记得发通知的具体的日子 只记得是一个周五 突然收到了邮件通知 接着公司暴动 但这类激烈情绪并未出现在线下 而是在线上汹涌 吴飞自己呢对此感到惊讶 他把此举称为有生之年系列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字节能取消大小周 始终创业呢是字节的一条价值观 所以取消大小周一点也不像一个创业公司能做的 吴飞说 但这件事并非如吴飞所说那般不可想象 而是早有了风声 李牧野早在几个月前就听到了这种风声 他在职场内容社区默默上看到有人在讨论字节将要取消大小周制度 但当时呢他并不是很相信 直到六月份公司发来一份调研问卷 询问大家对是否取消大小周的态度 他填了支持 但是并未太在意 只觉得是一个普通的调研 六月十七日在公司的open day上呢 CEO梁乳波公布了调研结果 三分之一不支持取消 三分之一支持 但当时梁乳波也没有给出最终的结果 只是说关于是否取消大小周 高层还没有定论 好生没有收到之前的调研问卷 看到这个结果时有些迷 但也并未太在意 觉得公司不太可能取消大小周吧 而直到七月九日那天 接到邮件的通知 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感到很惊讶 第一反应就是 钱可能要少了 的确是这样的 8月31日是好生 他们取消大小周之后的首次发新日 收到工资条之后呢 好生算了一算 自己工资比往常少了2000元 这引起了他们公司内部的 巨激烈的讨论 而且这种讨论冲破了内部的界限 字节跳动取消大小周后 薪资普降一度冲上热搜 有员工称全员普降了17% 好生说这种声音的确不假 对于像他一般刚入职不久的人来说呢 取消大小周后薪资减少的额度 并不会太多 但对于比如其他的研发人员 和自己的领导来说呢 确实少了不少钱 他记得8月31日发新那天 他跟领导在外兼客户 领导收到发新消息时 就说自己钱少了好多 好生说领导的月薪在5万左右 以日薪推算 他每月减少6600多元 彭在字节跳动的吴飞 也仔细算过这笔账 在正常的双修的工作模式下呢 一个月的工作日是22天 加上大小周后 每个月的工作日增加两天 但这两天是按照双倍工资寄薪的 所以大小周工作模式下 无非他们工作两天就可以拿到4天的工资 每个月的工作天数也就成了26天 取消了大小周后呢 他们相当于减少了4天的工资 这样算来 无非和好生他们每月的工资 减少了15%左右 而之所以他们将这种加班费的消失 称之为降薪 是因为字节大小周的加班费 大都包含进了员工入职时所承诺的薪酬总包里 对很多人来说呢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字节跳动的程序员李牧野 每月减少的5000多元 刚好是他和女朋友一个月的房租 好生说 他老板减少的6600多元 可能是他一个月的房贷 而且如果按年来计算 李牧野一年减少6万元收入 好生2.4万元 他的领导则是接近8万元 但是并非所有人对取消大小周后的降薪过分在意 童宇所在的快手公司取消大小周后呢 他的工资每个月减少了2000元左右 但他并不是很在意 并非是他不缺钱 而是童宇觉得 相比于那双倍的加班费 他更在意有一个完整的周末和正常的生活 在以前单休的时候 童宇说自己只想在家里躺诗 什么都不想干 感觉还没有休息够呢 就周一了 他说那样的日子就是没有生活 也不想去社交 太累了 而每到下一个周 是双休的时候 就感觉是过节了 特别开心 有一个情景 童宇记得很深刻 有一个月他加班比较多 然后那个月卡里到账了3万多元 但是他内心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 现在呢 每一周都是双休 童宇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起来 开始有自己的生活了 就是可以玩了 有社交了 童宇说 大小周取消之后 他开始练习一项休闲运动 体验很好 觉得很解压 之后他打算在公司附近重新租房 减少通勤距离 让幸福感更高一点 好生对于取消大小周后 带来的益处跟童宇的感觉类似 他也觉得拥有了完整的周末之后呢 充裕的休息时间 让人有更多心思去做更多 跟工作无关的 但是跟生活紧密相连的事情 他开始更多地走出家门 带着女朋友去逛商场 胡同也一起去书店 找喜欢的书 可是并非所有人的生活 都在取消大小周后迎来改变 潘坤收到取消的消息时 虽然因为可以多休息一天而感到开心 但这不是立马可以实现的 两年前入职Vivo之后呢 他就被外派去别的地方做线下代理 一直以来基本都是小周 节奏很快 如果不回到总部 他的这个节奏就无法改变 李牧野的女朋友也在自节 但取不取消大小周对他来说呢 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他负责的工作人少 且不能间断 一直以来每个星期都是小周 也就是所谓的996 现在大小周取消之后呢 也依然如此 也是因为女朋友没有回到正常的周末节奏 李牧野的周末生活变化也不明显 有的时候他也会陪着女朋友去公司加班 其他时候他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休息的时间变多了 这一点呢也是吴飞的感受 他负责商务工作 一半时间都是在出差见客户 不出差时就在公司做一做文本工作 出差是最累的时候 有时候一天要见上四个客户 晚上回去的时间呢也没个准 之前在大小周期间呢 因为不用出差或见客户 他觉得周日上班反而更轻松了 也因为这样他并不觉得大小周工作模式有什么问题 反而比较在意取消之后自己的收入变少了 考生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在他印象中呢 周日加班那天大家的状态都是比较放松的 大部分人待到晚上七点左右基本都走了 而在周内呢 晚上下班的时间大都在八九点左右 也有的同事会待到十点之后走 那时候回家打车是可以报销费用的 没有迎来改变的还有各自的工作量 童宇好生和李牧野他们都说 大小周取消之后自己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而是同以往是一样的 童宇的朋友问过他 工作量没有变化是不是意味着 员工要把工作带回家中继续处理 而且还没有了双倍的加班费呢 并非是这样的 童宇觉得公司不是禁止加班 而是把选择权交给了员工 如果有干不完的工作 依然可以在周末加班 也拿双倍工资 只是现在需要跟领导申请 字节跳动有同样的规定 好生告诉记者 公司允许他们在必要条件下加班 但是要向领导申请批准之后才可以 但好生觉得这种情况下呢 领导批准的概率比较小 比如说我要提加班申请 领导或许会说你可能属于周中效率比较低 所以可能也不会给你批的 无非觉得996和大小周之间并非是等号 但公众舆论并没有细分此间的不同 而是用996来表征互联网企业过度的加班行为 因而可以清晰感知的是 996一词已经从被互联网企业标榜 到避之不谈和被社会舆论批驳的地步 2019年4月11日 马云在阿里巴巴一场内部会议中 将996称为是一种福报 而与此同时 互联网从业者在网络上掀起一股 嘲讽996的风潮 造句 工作996生病ICU 次年12月29日凌晨 一位拼多多员工在下班路上猝死 将互联网无节制加班的问题 推上了风口浪尖 新华社发文评论指示称 996绝非是什么福报 其既违反劳动法 更背离奋斗精神 社会危害性不可小看 至此 社会舆论对996这类过度加班行为的态度 形成了批驳的基调 再到今年7月 在美团优选取消大小舟的同时 人民政协报也发文批评称 平台经济要坚决防止 无休无限的榨取胜于劳动力 及其高额剩余价值 在Bose执聘宣布取消大小舟之后 光明日报发文称 取消大小舟上热搜说明了什么 将取消大小舟引发的热议的原因 归为劳动者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和对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更高要求 的确如此 童宇和李牧野也都表达了 大小舟取消之后生活的幸福感 的确有了提升 但他们对以后的生活 准确点说呢 是对以后留在大城市的生活 没有太大的信心了 李牧野说 现在想跟女朋友在北京挣几年前 之后打算去一个二线城市 买房定居 那样的生活幸福感会高很多 而此处专门研究 中国青年的学者莲思 在其热门论文 时间的暴政中的那个疑问 应该是较为合适的 我们必须开始思考 什么样的社会能够让青年 不以牺牲健康和自由时间为代价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并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除了工作 还有生活 工作的工作